各位夥伴,我們再來往下看 接下來我們要看的是RSE購物 那RSE購物的話,它的命名方式跟DL不太一樣 那這兩個依我們在未來營養生化食品 比較常用到的是DL 但RAS的概念也要學 這邊RSE地體化合物的觀念是IUPAC的一部分 將它掌性中心依照集團按照它的質量大小指定為優先順序1234 其中1是最優先的,4是最後的 接下來按照它的方式來指定R或S 我知道你聽不懂,來開始來看 好,那個Sequence Rules 下列是優於分配優先順序的規則 也稱為那個CIP 那個CIP的規則 來這邊 這邊的話,像我們這邊會有一個規則對不對 然後這邊會有一個碳,一個不對稱的有四隻手 四隻手接不一樣 才能來玩 四隻手兩隻接一樣就不用玩了 好,那優先順序的時候按照它的原子序 按照原子序來排 像這個碳的原子序在蛋的前面 在Oxygen的原子序在Nitrogen前面 比它更大 Nitrogen比Carbon更大 Carbon比Hydrogy更大 好,所以呢 這樣子來排的時候呢 就會知道一件事情 這邊會有優先順序 會有優先順序 好,那如果說呢 如果說那個 If there is a tie 連接好 或者領帶好 然後呢 查看它的兩個件的原子 根據它把它列出來 依照原子序來比較 依照原子序來比較 好,那像這邊有一個 這邊有一個 像 這裡有一個的話 像這邊有個碳 這裡有個碳的時候呢 那個 這邊有碳 這邊也有碳 好,再來 往下走呢 這邊有一個甲基 這邊下去還是氫 所以呢 這一整串 一整串對它而言而優先 對它而言而優先 所以這邊你看喔 氫最小 甲基後面 然後那個 這個什麼 乙基好了 乙基的話其次 然後OH在最前面 它就是這樣子去編號 這樣子去編號 好,來 好,那如果說 連接點在兩個件的地方 沒有斷列的時候呢 則將手性中心移往其他 並重複它 讓你重複過程知道第一個差異點 OK,就繼續往下移動就好了 那一般我考試不會考這麼難 好,這邊是第二點 接下來看它的另外的規則 好 雙鍵或三鍵的規則 雙鍵或三鍵把它展開 這個大概我們 我們不太會遇到 就是萬一它跑出去的地方 有一個雙鍵 就把雙鍵打斷移開出去 事實上我們不需要 不需要 好,那像這個是那個 如果是雙鍵跟三鍵來比較的時候呢 三鍵打開好比是三個碳 好比是三個碳 那我們不用動到這麼多 我們看看就好 我們看看就好 什麼意思呢 就是好比 這邊是三隻手 目標是第二隻手 在這邊 對不起 其中一個碳界這邊的時候 三隻手搭在你對方鍵板上 乾脆把它展開 展開好比是對方重複一次 重複兩次 所以呢 它會有這麼多 這個我們不要管 這個大概不太會考 好,這邊 Caution Caution應該叫注意 不要翻譯成警告 這個規則呢 是在第一個差異點 就要停止 因為市區會改變 那我們不管 這個我們不需要知道 好,接下來 接下來比較難的地方在這邊 Assign in ROAS to the Chiro Center 我們根據剛才排序 1234來指定給R或S 好,第一個 Case 1 編1234之後呢 它會有 它會有1234 這時候 確定4號的時候 4號把它放到 離我們最遠的地方 離我們最遠的地方 好,再來呢 我看這邊有沒有圖 在這邊 這邊的話 我們眼睛看過來的時候 好比是從我介紹這邊看過去 4號放到最遠的地方 離我們最遠的地方 這個東西我禮拜二用示範一次給各位看就知道了 好,來喔 開始看喔 它的透視圖是這樣子畫的 先有四支 按照原子序 原子跟其他的排列 排列成1234 把4號抓到最後面去 眼睛看著它 眼睛看著它 看著眼睛 目標碳 4號變成一直線 這時候呢 我們來看喔 如果是 我們先數123 123 數完之後 是順時針方向 叫做R 同理 如果這個東西 是在這個地方 順 數 123 就是S 123 逆過來 就是S 好,那這個圖很好玩 這個圖是我 我自己讀大二的時候背的東西 就是 把它壓扁 寫1234 壓扁寫1234 這時候呢 我就數 123 數123 直接數不會經過4號的時候呢 數123 這個時候是順的 這個時候是順的時候呢 它就是R 好 好 再來 接下來呢 這邊的話呢 我就數1234 有跨過它 它是逆時針的 它是逆時針的 它是S 它是S OK囉 好 那相同的情況 相同的情況在這邊 這個地方 像我們有一個 有一個碳 它現在的四肢手不一樣 按照順序去排 排完之後有1234 1234之後呢 一樣 我們會把4號拿到最遠的地方 因此眼睛從這樣看過來 眼睛看過來 那眼睛看過來的時候呢 會數 123 123 然後這個東西你就想 跟這個一樣 應該是R才對啊 也 應該說這兩個會交換 這兩個會交換 好 所以呢 這樣子數的話 R 任何兩組交換配置 因此反轉方向 如果從123畫下來之後呢 再來分配R 如果向左側或逆時針就分配S 向右側或那個的話 就分配R 這邊 把它縮小一點 OK 如果這樣畫完呢 是順時針或者指向右側的時候呢 就是R 如果是逆時針的話 就指向S 所以這個東西的話 我會不會考 叫大家來判定 我不太確定 但是我知道一件事情就是 它在這個情況之下 你知道Rs其實是這樣旋轉出來的 以後你自己就會使用 以後你自己就會使用 好 來我們往下走 好 立體分子 描述R後S的時候的絕對構型 它在IUPAC裡面的話 是用小括號列出來的 所以DL不是IUP的新命名 但R跟S是的 好 例如下面有這些範例 S 2 chlorobutane chlorobutane 釘碗 釘碗 所以它就告訴你說 如果這樣敘述的時候 它是 1 2 3 對不起 1 2 3 4通常都是輕 排到最後面去 它是一個S構型的 這是它光學E構5 它是R構型的 好 那 接下來會有這個 如果是 這個叫做那個 這個butane丁二純 丁二純它有兩個結構 它有兩個結構 因為它在這算過去的時候呢 對於二號碳 因為它對稱結構 所以一號碳二號碳三號碳四號碳 是可以反過來的都一樣 算出來是2R3S 位置2跟3會有兩個OH 會有兩個OH 好,再來 好,來,像這個地方對不對 將RS分配給 指定給 assign不叫分配,這要指定了 將這個東西指定一個 來,那我們來看一個東西 它就是我們分配順序 我們知道原子序而言 秀非常的大,它排1號 所以秀排1號 再來呢,那個Nitrogen 氮原子的時候它排2號 碳排第三號 最後一個排氫 那四號的話在這邊對不對 對,那就是 四號在這邊,眼睛從這邊看過來 眼睛看過來 好,那眼睛看過來的時候開始 它是怎麼樣呢? 先眼睛看過來了 1號,再看2號,再看3號 這整個方向是一個逆時針的 是一個逆時針的 好,再來 逆時針的時候呢,它就是一個X構型的 好,它就是一個X構型的 這樣就結束了 好,所以我的想法跟它不太一樣 好,再下一個 好,那這邊的話 我問大家一個問題 各位覺得哪一個 這個還是這個 是不對稱探 是不對稱探 一定是這個 因為它四字手,這有雙劍就不用看 雙劍就不用看 所以是這個傢伙 那這個傢伙的時候呢 呃... OK,這跳過去好了 這個有一點那個 是OH,繼續講 來這邊 它是不對稱探 對不對 這時候開始來排序 這個是OH 它是一大團 它排1號 在這邊 然後呢 這邊 這邊有兩個 這邊是 甲基跟COH 排2號 跟3號 到底誰是2號 誰是3號呢? 來,開始來看 其實不用看了 就是說 它接下來是一個碳 碳接三個氫 它接一個碳 旁邊接兩個氧 氧的原子序比氫還要大 所以碳一定是2號 所以 1號在這裡 2號在這裡 3號在這裡 4號是氫 所以這樣子眼睛看過來 眼睛看過來的時候呢 從眼睛看過來 眼睛看到這個氫 眼睛看到這個氫 好,再來OH COH 跟甲基 這樣繞成 那個 那個 順時針方向 等一下 等一下 它有交換 其實我比較不喜歡用這個 如果這樣子算的話 我比較喜歡用這個方式來看的時候 它算起來 在這邊 這邊遠離 1號 2號 3號 它是順時針的 所以這邊是R 這個我知道各位看不懂 因為我畫圖你們才會知道 它會用變換 我不喜歡用變換招 因為變換招很容易 很容易顛倒 其實我不喜歡這樣子做 它就是R方向 好 這邊有一個技巧 分配R跟S呢 分配R跟S 像這一個 誰是R 誰是S 像我記得我多年來 教這門課的時候 我都會請大家做一件事 拿四字原子筆來比 會比較輕鬆 用原子筆比較輕鬆 好 那這個 這個其實課本可以 但是我自己比較喜歡有自己的做法 好 自己的做法 那 這邊講說 當低優先組的時候 在投影的直線上的時候呢 不需要交換 不需要交換 就直接算 好 那我以前做的時候 嗯 其實怎麼講 也可以啦 也可以啦 好來 不多說 來往下走 往下走 好 這邊重要性普通而已 好 來這邊 這邊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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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之後在現場講好了 這看起來像不像一隻狗 對不對 很好玩 這什麼話我不知道 我要去查才知道 氨基酸 有一個理由 這個有個SH在這邊 好 好 這也是一樣的 通常的化合物 好